昨天下午到晚上有很多同学私信我 说他的PS5的会员游戏总是被提示 说只能玩15分钟或者5分钟 到时间之后就被踢出来了 我给他们提供了几个解决方案 有的人解决了 有的还是解决不了 那做个视频统一说一下 一直到现在为止 我这儿一直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昨天晚上我也玩了 像这个锐奇丁当是二挡酷的新游戏 我玩了至少超过了15分钟 昨天晚上玩这个首发的PS5上的新游戏 我都已经过了两面了 过了得有五六关七八关了 也没有提示 还有这个古墓丽影也是会员游戏 我也玩了大概得有20分钟 也没有出现这种提示 这个很奇怪 那说是解决办法吧 不一定能解决 遇到这个问题的同学可以试一下 首先进入设置 找到使用者与会员 然后找到其他 第一项主机共用和离线游玩 对了顺便说一下 给我发私信的同学 大部分都是新买PS5 新买会员的同学 默认没有启用 给他启用一下 这是主机共享和离线游玩 然后第二个叫恢复授权 这个也操作一下 如果遇到问题了 操作一下 出现这个问题 大概率是网络问题 其次是索尼那边的问题 如果是索尼那边的问题 我们都没法解决 只能等待 我们作为客户的 没有什么太好的解决办法 如果是网络问题 两个解决方案可以参考 一个是手动更换DNS 也是进设定 进网络 设定 设定网络 我现在连的是WiFi 裸联 没有用加速器 在我这个已连接的网络上 按手柄的 Uption键 然后进详细设定 这有一个DNS设定 默认是自动 给它改成手动 它有一个主要DNS和次要DNS 主要的改成8.8.8.8 就是四个8 中间三个点 然后下边呢 是8844 中间三个点 还有很多这种公共免费的DNS 你都可以试一下 如果是DNS的问题 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解决 这是你所在的网络运营商 它给指向错了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 给它修正一下 那还有一个方法呢 那就是用加速器 常见的加速器都可以 我经常用的是迅油和汽油 这两个都试一下 因为我这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 用加速器管不管用 如果你们这有人试过了 遇到这个问题 用加速器也是不可以 欢迎写到评论区 并且写上是什么加速器 给遇到问题的同学做参考